大家好,歡迎回到廣東話軍事頻道NHK 我們節目主持人Larry 這集想和大家討論美軍 空軍由關島安德西空軍基地 起飛了兩架B1B 由西北角度直飛 再進入中國的東海防空西邊區 在南端的位置 這次亦有加油機半飛 你可以當作戰時演習的情況 經營一個轟炸路線 對解放軍來說是敏感的 因應中國現在彈到導彈的威脅 關島能部署的戰略轟炸機 就不會是以前的靜態部署 現在多數都是動態部署 即是擺在這裏一個月兩個月三個月不等 就會調派 有時會飛回本土 會不停調派戰略轟炸機 有時會看到B52 有時看到B1B B1B近期仍是關島 所以之前對上幾天前 又是派出了B1B 又是飛過來東海防空西邊區的情況 其實這個位置 炸彈體就好像沒什麼特別 但永遠都是 出動到戰略轟炸機的意義十分之大 原因是因為戰略轟炸機不遠而軟襲而來 它們一定有它的目的 以及大型的戰鬥轟炸機 我們說到它的負載是非常大的 它的最大有效的載荷 其實比B52更加大 而它可以運用到的對地 對艦的武器都非常之多 B1B固然可以對艦的武器 我們說放在Larsum Larsum飛上來可以去到900公里那麼遠 所以基本上它飛到那個角仔 可以打到差不多整個東海防空西邊區 另外如果帶著一些轟炸的武器 JASM、JASM ER、Extend Range 其實亦可以有機會打到它內陸的地方 所以不能不說B1B 今次在東海防空西邊區 插支針,穿個洞就回來 這是一個警告 警告的位置當然警告就是 東海防空西邊區這邊 或者我們說東部戰區這邊的海軍、空軍等等 我們說到這裡 這個已經是最近第二次了 你可以說它支援台灣這邊 台灣這邊其實是之前的西南角 在他們的防空西邊區那邊 經常性都有中國的運伯 在附近飛 還有你這個擾島的情況 飛的情況 這個主要是經營一個戰場的位置 有幾個說法 有一個說法就是欺敵 主要是讓你以為我會攻你西南角 如果真的打的時候 就會直奔台北 我們的判斷就是 如果警方軍分兩路進攻台灣 其實西南部都只不過是一個支線 主力都會集中在斬首台北戰 而當中我們都相信 它在斬首台北戰中 要配合他們的空中部隊的配合 然後就進行斬首戰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 它西南的位置 另一個經營的位置就是潛艇 潛艇其實很大程度上 就是一個我們叫做A2AD的情況 主要就是一個區域拒置 區域拒置主要就是阻攔著美國海軍 那邊的馳援 如果可以有這個潛艇部隊在部署組 掌握到這裡的水民 掌握到這裡的氣候狀況的話 有機會是潛艇伏擊 如果前來救援的美國海軍 例如說到航空母艦等等 迫使它去到一個比較遠的距離 可能就是作先作觀察的情況 Anyway 我們說到近期 中國你看到它都不停在不同的海 例如說在南海、東海、渤海 做不同的海軍演習 那這種的海軍演習 你看到都是主要針對台灣 就算在渤海 他們都說主要針對一個登島、奪島的位置 南海的情況就不是去到南海那麼遠的 連西沙都沒有去到 今次都是上次在雷州半島附近的地區 進行射火箭的情況 射火箭每次都是的 都是有一種煙花的作用 其實真正的威力就不是很特別的 反而我們想看看它怎麼做一些登島、奪島的演習 是比較清楚看到他們的海軍陸戰隊的部署 以及他們的作戰方案 我們認為如果接下來大陸 真的有一個攻台方案的話 尤其是在2021年或者到2025、2027等等 他們現在每一年都要做很多不同的科目的演習 所以大家預計在四海裡基本上都是聯動的 經常都會進行軍陸戰隊、量車部隊的長灘、登陸等等 這些作戰的科目 大家應該是常態化的 甚至乎他們現在能夠攻台 都只能選擇演習時候轉變成攻台的機會 因為你無可可大規模的集結部隊 如果你不用演習做引子 你都很難可以正常結集部隊演習攻擊 所以我們相信如果真的有攻台計劃 一定是先來一個演習的 而這個演習中途就演變成為攻台的攻擊計劃 所以如果在美國及其盟國 作為一個counter對抗的對策 應該定期在台灣附近做一些軍演 例如美國及日館定期作出太平洋軍演 在東海做軍演 例如反潛戰、守襲等等 另外澳洲加入 甚至乎英國在2021年 都會派出他們伊利沙伯女王好 來到南海進行自由航行任務 需要更多盟國去建立 另外也有第一艦隊 我們提到美國海軍部長建議前 成立了第一艦隊 應該介乎在印度洋和太平洋之間 例如一個熱門地方是新加坡 但個人認為新加坡有優勢 例如他們第七艦隊的一些後勤 一些維修、一些零件是在新加坡 但大型的船隻缺乏 現在要調配 應該不可能由第七艦隊調配過去 即是在第三艦隊抽過去 或是在第五艦隊這邊 可能接下來的力量會較小 究竟在接下來 伊朗那邊的反撲是如何 需不需要一定要知道 即是我們說一下 航空母艦戰鬥群 還是在接下來的任務上 可以再派一些LHD過來 頂一頂第一艦隊的情況 我們都未知 但Anyway你看到 現在中國和美國的博弈也再開始 所以可能特朗普現在 在選舉中間 其實也沒有放棄東亞經營 他依然派出B1B 他否久不久會在這邊警告中國 你現在做所有海軍演習 全部都under我們B1B轟雜化為之內 我們會看著你 有什麼衣動就飛彈見了 這個威嚇意味也十分目厚 如東海紡色別區 我們說過 他本身要有效經營東海紡色別區 所以要有效距離敵基 有效政策有效距離 暫時未見到中國有入行反制措施 另外之前傳得好行的南海紡色別區 我們相信現在不適合強硬地推出 我覺得他們也要先看看形勢 等風頭沒那麼緊 他們才建立南海紡色別區的方法 基本上他們現在美國第一艦隊 快速建立 只會給藉口快速在新加坡 快速建立這艦隊 然後出現某六甲困境的狀況 所以我們會看到 現在中美博弈的時候 這個位置也蠻激烈的 接下來可以可視到 T1B應該都會亡 有機會再次進來 警告主要警告東部戰區 東部戰區主要是負責攻擊台灣的任務 東海紡色別區 甚至乎接下來 可能也會飛回台灣西南角附近 這些位置也是接近廣東和福建沿岸 亦是一個很直接的警告 給到東部戰區和南部戰區的將軍統領 這就是我們今天討論到 這個B1B進入了東阿浮色別區 其實有一定的軍事意義 直接警告中南海 大家如果有興趣可以訂閱我們的頻道 分享我們的頻道給其他朋友 我們最近頻道的定數大概是27000左右 不上不下 所以大家多點支持 盡快推上去3萬 年底之前有沒有上去3萬 另外我們有Patreon會員頻道 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日本咖啡價錢 沒有支持我們 另外多點廣告 我們也很激烈的 所以大家多多支持 好,我們在其他節目再和你們繼續分析 我是李主持Larry 拜拜 拜拜